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有钱能吃鬼催末 因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在古代历史中 多少蒸蒸铁骨的汉子 都是倒在糖衣炮弹和金钱美女之上 最后背叛国家 成为民族罪人和万事托骂的对象 当年的中东雄狮萨达姆 悬赏金达到了2500万美金 一个人的脑袋值2500万美金 也算没白活了 萨达姆是怎么被抓获的呢 本来他的逃跑计划周密 不可能有疏忽的 但是他没想到 平日里赖以信任的保镖 竟然因为2500万美金出卖了他 所以说被身边人出卖是最可怕的事情 美国的最高悬赏金 悬赏的是谁的人头呢 正是全球第一大恐怖分子 本拉登 本拉登策划了很多的恐怖事件 比较有名的 就是911五角大楼事件了 据说他策划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美国领导人飞机出行 护航的阵容规格 都要比平日里高出很多档次 911之后 美国正式对他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 但是本拉登擅长逃跑 他知道正面打不过美军 索性给自己置办了一个又一个安家点 认美军本事再打 就是找不到他 5000万美金什么概念 反正一个大卡车拉不完 背叛本拉登的家贼是谁呢 这次不是保镖 而是本拉登的贴身医生 就是这个亲近的人 把本拉登的藏身之处告诉了美军 但是这位沙基勒阿弗里迪医生 在为美国除掉本拉登之后 并没有得到5000万美元的赏金 而是以和非法军事集团有牵连 恐怖主义等罪行被美国抓获 判了33年 估计下半辈子要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阿 后悔都来不及了